我們就是味噌竹筍 農會甜媽媽名師古信維 認真解說並製作無油煙料理 參加延期的鎮內婦女們 也紛紛仔細聆聽並記錄 這是由竹山農會 爭取辦理的在地農產 輕食烹調研習 怎麼利用我們身邊很簡單 很方便的食材 來做桌上的佳肴 譬如說我們竹山的竹筍 還有木耳 還有杏鮑菇 那也有幾道非常家常的 譬如說現在是青花魚的季節 那我會告訴學員 青花魚怎麼去煮傳統的味噌湯 你少吃的油 少吃的糖 少吃了很多的鹽 最主要就是這過程當中 它都是用低溫去烹調 在地生活化的料理教學 讓學員們輕易做出繽紛菜色 像是茶葉飯 味噌 桂竹筍 牛蚌煮青魚 金針木耳雞 梅子醬杏鮑菇等 感謝說我們農會有這個機會讓我們聯繫 那我們今天請大家是古老師 他今天跟我們家都是在地養生 很容易取得的食材 不加我們的醬油 就煮起來味道很香 又比較天然這樣子 農委會農良署 輔導補助這項計畫 除友善活化農地 更能提供學員及家人 能享受新鮮 安全 健康農產品 增加在地當令桂竹筍等產品的多樣化及產能 那針對就是一個輕食的方面 以在地的食材 然後比較容易取得的食材 下去做的輕食料理 那讓我們的一些甜媽媽的班員 再回去能夠做出來的食材 都能夠讓家裡享受 然後也能夠在炎炎夏日 吃得很健康 吃得健康 食材風暴引發民眾的恐慌 議員吳瑞芳肯定農會用心 也歡迎在地民眾使用地方上的農產 一起製作無油煙料理 竹山農會 甜媽媽 烹飪加正班 這是非常有名的 做了一手很好的料理 他們現在食材問題也非常嚴重 也烹飪是推廣是盡量用少油 這樣來做食材料理 做了一手好的料理 希望大家多多來響應 食材問題連環報 透過無油煙 料理研習 讓民眾可以善用在地食材 烹調吃得安心 議長和順風是相當贊許 也鼓勵農會 持續爭取類似計畫 民主人總心儀竹山採訪報導 竹山農會 甜媽媽 讚 啊